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被美国媒体称为克里姆林宫的一大谜团 只因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次数寥寥可数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可以俘获普京大帝的芳心 让这个钢铁般的男人直言 如果不是柳德米拉 我可能一辈子不会结婚 又是什么样的女人陪着普京度过年轻时代 最为贫困 最为恐怖 惊慌的特工时光 她又为何在普京问顶权力之巅 对着朋友放声痛哭并决意离婚 再嫁小自己21岁的鲜肉男友呢 这个女人貌似神秘 却也平凡普通 今天我们就来探秘普京的前妻 柳德米拉 虽然现在的柳德米拉身材发福已有大妈之态 但在年轻时却是不折不扣的笑花级人物 1958年 柳德米拉出生在苏联的加里宁格勒市 50年代的苏联实行计划经济 有限的国家财富全被纳入特权阶级的口袋中 生活用品 食物补给 全靠集体分配 贫困之家在寒风凛冽中生活难以为继 而柳德米拉的家庭便是这底层众多中的一员 柳德米拉和父母一起住在一栋寒酸阴测的老楼里 雨雪天气醉事难熬 四面透风 屋顶漏雨 连天花板上都冻了冰零 粮食不济 一家人经常饿肚子 后来养了几只会下蛋的母鸡才略微有点好转 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柳德米拉出落的亭亭玉立 一头浅金色微卷的头发 一双郁郁还修的明眸 让人见了便心生面线 自知美貌的柳德米拉 学生时代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演员 但机缘巧合之下 毕业后的她做了一名公姐 也正是因为这个职业 让她得以与普京相遇 相爱 成为生命中难以割舍的牵绊 也因此她走上国际舞台 成为最神秘的俄罗斯第一夫人 1978年 航空公司安排工作人员到列宁格勒疗养院度假 柳德米拉的女伴被邀请去看音乐剧 女伴带上柳德米拉一同前往 在剧院的一群朋友中 就有一个长相普通 言语不多的精神小伙 普京 众人中 柳德米拉并没有注意到普京 但普京却对她一见钟情 并在告别时 把写有自己办公室号码的纸条塞进了柳德米拉手中 普京追女孩的方式 与她执政风格如出一辙 都是雷厉风行 说干就干 而柳德米拉日后回忆起初见普京的印象时 说道 这个年轻的警察 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轻瘦矮小 不爱讲话 当时她穿着简单 相貌平平 如果走在街上 我绝对不会注意到她 然而 也是这份平凡的假象 给了柳德米拉安心感 让她决定与普京交往 她眼中这个不善言辞的年轻人 其实是一个杀伐决断的政治新兴 而所谓的警察职业 是在这个幌子下的克格勃特工 初识认知的不同 也为这段婚恋的无疾而终埋下伏笔 1982年 对着这份交往近四年的爱情 普京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对柳德米拉说 我们已经交往三年半了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我不爱说话 脾气也不好 有时还会让你感到委屈 做我的伴侣有一定的危险性 现在你该决定与我的关系了 没有鲜花 没有仪式 甚至不见柔情蜜语 直男士的告白赤裸的像是上级的命令 坚定且让人无法回绝 一年后 在一艘邮轮上 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这个曾扬言单身一辈子的钢铁直男 终于牵手佳人 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 却是柳德米拉30年婚姻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 两人没有自己的房子 婚后只能与普京的父母同住一套27平米的小房子 中间做了隔断 大一点的15平老人住 剩下的12平做新婚夫妻的温暖小窝 柳德米拉曾说过 最让我们头疼的事情就是没有钱 我们常常为钱的事情发愁 友情饮水饱 即使条件艰苦 只要二人相伴 便是这人世间最幸福的事 普京也在这段婚姻中挥洒了铁汉基因中为数不多的柔情与浪漫 他会在柳德米拉生日当天 在床头放上金项链作为礼物 也会在周末时开车带着全家去野外郊游 夫妻二人静坐在草坪上 看孩子们奔跑戏耍 百忙之中也会抽空到海边 看海天一色 听海鸥归巢 可惜 人生的美好总是如琉璃易碎 随着普京的平步轻云 往日的平淡和睦竟恍如昨日 不留一丝痕迹 2013年6月6日 普京与柳德米拉在克里姆林宫看完芭蕾舞演出后 接受电视台采访 其中有个记者壮着胆子问 你们还生活在一起吗 普京脸色平淡地回复道 我们的婚姻结束了 而后 柳德米拉也微微点头说道 是的 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普京工作很忙 我们平时很难见面 我不喜欢抛头露面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如此一席话 为两人30年的婚姻生活 画上了休止符 这一场婚姻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人生旅途的终点不同 在携手共走了一段道路后 选择了婚首告别而已 其实 两人婚姻失和 早间便有了一些端倚 柳德米拉一直向往的是平淡朴实的爱情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道 我喜欢俄罗斯传统的壁炉 其实 室内有暖气 本不需要壁炉 但我总爱点着它 它所营造的温馨的家庭氛围让我很喜欢 由此可见 柳德米拉的生活观是一乌两人 三餐四季 粗茶淡饭 平平淡淡 但显然 她的丈夫普京给不了她这种生活 普京是一个为俄罗斯政治而生的男人 上台之初 经济萎靡 百废待兴 周围 寡头四系 内阁动荡难定 普京一天24小时如履薄冰 为国家 为人民 暗头俯卧 鞠躬尽瘁 她为这个国家付出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却忘记家中还有妻儿等候 也忘记了她是俄罗斯总统的同时 还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两个孩子的爸爸 柳德米拉曾经抱怨过 普京的工作实在太忙了 我们几乎见不到对方 柳德米拉怀孕时 身体反应比较强烈 孕妇心思重 也常常愁孕不展 而普京却英工在外 不能陪在孕妻身旁 后来 柳德米拉又遭遇过一次严重车祸 做了两轮大手术 普京也因为政务繁忙 不能温严呵护 关怀照料 普京在一步步踏上全市之梯时 柳德米拉却在家中收到恐吓性无数 心惊胆战的阴云笼罩着这个普通的女人 1999年 普京接任叶利钦 成为俄罗斯总统 得知这一消息的柳德米拉把自己关在屋里 哭了一整天 不是喜极而泣 而是知道她所渴望的平凡幸福 再也不会有了 人们也渐渐发现 总统夫妇好像有了些说不清的隔阂 许多夫妇同行的外交场合 别的国家都是抗力两人 偏偏普京一个人截然一身 孤单又萧索 很多人批判柳德米拉不识大体 不体恤丈夫 却鲜少有人知道 这个女人低调内向 抛头露面的政治生活 让她如坐针毡 渐渐的 关于普京与其他女人的绯闻 捕风捉影般 呈商人之事向柳德米拉袭来 有人说 普京为了俄罗斯体操冠军卡巴耶娃和柳德米拉离婚 更有人说 普京与美女特工安娜查普曼之间暧昧不清 终于 婚姻在三十周年的尾巴上宣告了结束 普京说 第一夫人的头衔 让柳德米拉不堪重负 这么多年 我一直对她心怀愧疚 我们分开后 希望有人能够代替我 照顾她 赤诚霸气一如既往 动情时雷厉风行 情趣时坦坦荡荡 也许 这就是爱她便放她一条生路 离婚三年后 柳德米拉再婚了 对方是比她小二十一岁的普通男性 平凡 和睦 完整的家庭观念 柳德米拉从一开始就从未改变过 而普京 最初的生活预期就与她不同 更适合普京的是可以与她共立风雨 共担荣辱的女性 这个女人得有一颗甘愿进退的玲珑心 需要时迎头而上 忽略时无言退下 毕竟嫁给普京看似嫁给了地位与成就 实际上只是拥有了一屋子空荡不安的繁华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 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